Menton,我对夜兰人做的碟也很熟悉 不过当年我没有买到 我最近市面上有翻过这个碟 所以我最近也买了一堆 我都很喜欢它的声音 我知道背后录音的KK王我只知道是KK王这个人 但里面是什么人我不是很熟悉 我知道你跟他很熟悉 是很熟悉的 因为KK王中文名是王启光 跟你的名字相差一个字 初时我70年代游去EMI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王启光的弟弟 因为他叫王启聪 差一个字 其实没关系 当时KK王是在做MD 其实他是1974年加入去EMI 负责他建的EMI Studio 如果大家真正知道香港录音室的历史 都知道EMI Studio是很高辉的 因为他把全部英国的器材运过来 因为EMI是英国的唱品公司 就由KK负责去建和选择器材 拨线什么都可以做 为什么KK王那么喜欢这件事呢 原因是他之前70年代初是 荔枫唱片公司的Engineer 他就开始做这件事 到后来因为EMI想发展香港 因为他之前有很多经典的上海作品 就来到香港 那时开了一间EMI唱片公司 就是香港的EMI白代 是1953年开的 就将周旋和白纲引入了香港去发展 而另外香港又流行了英国的Benzun 例如Bittles、Rolling Stone 就开始取代了EMI的领导地位 所以那时EMI就不如想 在香港直接开一间录音室 就签香港的歌手 所以1974年开始 就正式成立了EMI Studio KK王就负责里面的Studio工作 亦都负责了整间公司的MD 即是主要的董事经理的最高位置 原来这么高级的 我真的以为只是一个录音师 不是的 接着他就负责了很多人 林子祥是其中一个签的人 因为林子祥是KK那时在美国 去结婚 有一个婚礼 在那边摆酒或者摆宴会 林子祥是他的朋友 现场就叫林子祥出来唱歌 知道他喜欢唱歌 所以林子祥那时 就唱了一首英文版的 《分分钟需要你》 KK说唱得这么好 第二天我回到香港一定会签你 所以就拔了林子祥 在七十年代后期 七七年左右回到香港 正式加盟了EMI 而另一个签约的 其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罗文 罗文当时是属于华智唱片公司 亦都出了很多娱乐唱片公司 出了很多经典作品 但是他就特意去找罗文过来 而罗文亦都很信任KK王 他说明 如果我进来EMI 你一定会跟我监制 所以罗文的 应该是七八年左右的 第一张专辑 就是《好歌献给你》 就由KK王亲自去监制 亦都是这么久以来 KK王第一次 是将自己的名字 叫做produced by KK王 就是这张中文唱片 就是罗文这张 其实之前有些英文唱片 他也加过名字是produced by KK王 但是都是雜感唱片 所以《好歌献给你》 就是一张很有代表 KK王在当时的录音技术 其实之后很多唱片 他都是亲自亲为去做的 每次我到EMI 都会见到他 就由studio 就走过去旁边 去到office 每次录完一名带 就拿整个抹袋 就是那些带 就拿到他的房间 用到很大声的缩磷 扭到很大 他尽量去听 如果声音不好 就马上又再录音 他是很认真的一个人 所以我其实是很佩服他的 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说 因为我当时上EMI 除了拿碟之外 而EMI也有我太太进去做 一个八零年 他整天都现在还是提醒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联络 他说 Mamford 你那时常常上来的 追我们的女孩 说到现在 想见你一面 对 就因为这样 他和大家一起聊天 一个笑料 但KK Wong近年间 已经去了 在美国那边居住 定居 亦很少回到香港 但他依然很醉心 去发烧事 自己在家 不停搬机 他应该过了八十岁 是的 但他依然有一句 很特别的句子说 很多老人家 到年纪大时 就很怕尖的高音 很怕低音 但我不知为何 他到八十岁 还喜欢尖音 最喜欢的笔 越来越创众好听 所以这是他觉得 他自己还有这个本事 你觉得KK的感觉是怎样 我反而想问一问 我知道他自组了一间录音室 是否离开EMI之后 离开EMI之后 他就开始在火炭 开了一个studio 我亦都可以进去看 他的器材很厉害 因为我不太熟悉录音 但看到这个地方 有三千尺左右 这么大吗 是很大 全部studio在这里 另外一些空的位置 还会被一些乐手彈奏 我相信这些录音应该当时录的 就是当时录的 不过是这么漂亮的声音 很漂亮的 而且他要求很高 你觉得他的录音是在哪一方面呢 因为我觉得他录一些录音 录得很真实的 那种感觉很真实的 而且他不单是音响性 也很音乐性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音乐 其实都是重新 我觉得是重新编排过再重新录音 不是单只说 有时你知发烧录音 可能将高音弄多一点 他不是那些 纯粹将音乐玩出来 不过是录得很真实的感觉 所以我都很喜欢这些音乐 我看到现在新一些 他上高写着什么赛舞 其实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英文的字 叫Master's Match 赛舞就是我要和舞台竞赛 其实他的名字挺难明白 赛舞 赛舞 赛马就知道 赛马 之后这批碟出的时候 出版的各位先生就跟我说 你出了赛舞碟 我都已经拯救了赛舞 也问了他之后 他就特意记了一首 叫Sampa的LP 这一部唱片他记了给我之后 我发觉里面有很多的歌 是挺经典的作品 例如有Round Midnight St.Louis Bruce 原来他将一些经典的作品 重新用赛舞的技巧 重新混音出来 效果真的很好 我给很多Hi-Fi人听过 他说真的有提升了 美国里面的桌子也很大 他说他的桌子可以摆到 差不多有100个乐手 一个古弦乐团可以摆下去 因为他住的那些屋很大 其实他也挺有钱的 所以他的屋是很大 有几层高 他也很聚心继续玩Hi-Fi的录音 Remaster 其实是将旧的东西重新去做 真正正正最好的就是原装的Master 一直强调 所以他叫做菜舞 所以我相信这些碟都写着 全部都写着菜舞 应该也是用了这个方法 做过 我的声音是有保证的 我也试过 我有几张的 例如《夜门人证》 我自己很喜欢听 里面有很多歌 因为我认识的 最近我听了这张 是用中国乐器玩四季 是吗 这个很好 当然我没有原版 但我纯粹听菜舞版本 我发觉声音也挺好 所以我最近有一条影片录音 我都拿来做试音 是吗 所以我也觉得可以看一看 是吗 里面有四季 整套都放进去 所以我觉得挺特别 这些应该都是当年录音 这次是菜舞再重新做 而且他的演奏家也不差 真的很出名 玩耳虎是很著名的新小熊 是呀 所以我说原来是这样的 应该是什么时候录音的 最近发现了这个菜舞 1999年 所以这次再出发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找一下 是呀 是呀 如果大家去过当时的Studio之后 你知道他真的很认真去做一件事 到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竟然是这么追求那些靓声 所以我觉得靓声不是壮彩回来的 是背后做了很多东西 这些碟大家值得去找来听听 不错 OK